照回我們的行程 照回行程看看教堂 都猜到今天會下雨 猜到會下雨 我們這些所謂沒什麼所謂 就是接原定計劃 現在我們就看看那間教堂 它出名的地方就是牆外 牆外是瓷磚 整幅都是很大的 可以去看一看 看看這間教堂 網上看的時候很漂亮 現場就是 通常在網上看的照片或影片 都是經過潤色的 這些我最擅長的 造假? 不是,是真的 只不過是把對比 或是把顏色加深一點 加深一點 看下去就鮮艷一點 正所謂說 豬腩變成雕仙 就這樣解釋了 這麼厲害 雕仙是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據聞是美女 可能雕仙就是豬腩 那樣子 你現在看到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這樣 第一幅是完全是用那些 好像瓷磚那些 砌出來的一幅 這幅畫 昨天我都說過 這些教堂是普羅牙式的 很喜歡用這些瓷磚 特別是用藍白兩色去製造 那你看下去 就是一種很特別 很溫和柔和的感覺 那這間這樣的 最所謂的教堂 我當然也要買票 那買票也都去看教堂 我們看了 都要過百間 這樣就不看了 拍一下外面 拍一下外面 看看街景 那個建築 是 向上望望 這個建築 大概是這樣 這裏的教堂真是沉寂 沉寂寂寞 沒那麼花巧 那或者我們向這個方向 走 去一個 或者是 一個叫做 Crystal Palace的東西 那或者 這些幾靈 這些幾靈 有派對 有派對 就是葡萄牙的地下 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是否 葡萄牙人都有空 它是足夠突進去的 看到嗎 足夠突進去的 那我也觀察過 那些工人 收入工人 它真的一塊一塊突進去 即是要補充嗎 沒錯 它是不會拆掉它 是倒煙泥 石屎 一樣是足夠突進去 保留自己的國家 或者民族的傳統 可以說是比比魚 你看到現在的油桶 街油桶 跟英國的形式一樣 差不多 可能有皇室 所以設計差不多 有沒有網友知道 為甚麼一樣呢 即是離開了 舊城區那一頭 如果你走過來這一邊 你看到一些建築物 就比較 有些新的建築物 這邊又不同 這邊不是遊客區的 遊客區就是在另一邊 在那邊 我們就住在豆城那邊 其實你在波圖 你通街逛 你都會有些得著 你看看我對面的這間屋 有沒有很過癮 好像是一些 就是童話式的一些 一些童童 你看到外面 都是砌這個 什麼的 都是砌瓷磚的 這裡入口 OK的 你看 這裡又去看看 Information 先看看 一個公園 原來是 看樣子 應該就不用收錢了 今天跟陶夫人一起生一步 今天跟陶夫人一起生一步 還有 你會看到 裡面有一個建築物 是這樣的 就拿著 一個場館的東西 是這樣的 OK 好 陶夫人 今天生日 就行公園 有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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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孔雀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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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 還有孔雀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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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 有皇室名称的一些地方 是啊 上次也是Palace 好了 那就是 原來這裡有一個觀景台 其實來這一邊主要的目的就是來這個觀景台看看 那你這裡下面就是那條河 那條河叫什麼河呢 我不是記得的 好嗎 J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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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樓 這裡就是 會看到一個橋景 下雨又不一樣的景色 下雨就是另外一番景致 你看到這裡 我们那边的桥是在另一边 这里有六条,五条桥 不是很清楚,五、六条桥左右 这些桥是两岸,即是Porto两岸 刚才见过马路这些建筑物,现在就近距离了 你看看,这个是十字架,我相信这间是教堂 那旁边的那些是民居 你看到外面全是用砖砌的 你看看,原来都是砖砌的 这一只真是很古老的 有雅面的,有雅顶的 间间都不同色的 就是自己又自己的一种挣扎的 有餐厅的,看一看 你看看,这些葡式,上面有些骑楼 有些骑楼仔 有人居住的,不是没有人居住的 这些就是古老的曝国风格 这些就是一些新的商业大厦 张颖城 现在来看看,可能有餐厅有东西吃的 这些是比较地道的 我们喜欢一些地道的餐厅 我们试试这间吧 我们试试这间吧 我们试试这间 我们试试这间 这是一间地道市场 我们试试什么 试试试这间 我们试试这间 请请您赞 请请您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会吃到本地的味道 他们的装修没有了,零装修了 但是,那些人都很好的 我问老板,拿了地址,他马上给他们 我们转称的号码,这个是电脑和电脑 新的号码是这个 新的号码,好的 老板和市警生觉得很热情 聊了半个小时 这个是他介绍的 这个是海鲜 这个是海鲜 但是,他说这个是鱼 我又觉得,可以试一下 像矮瓜 另外,就是吃饭 吃饭 这一餐好吃的,就吃完清岗了 刚才老板看到我们很猶豫 这两碗是什么 他马上写了一张纸 上面那行就是左手边 下面那行就是右手边 当然是浦文,我不懂 我自己看看 吃过一轮之后,就发现真的很好吃 这个很特别 那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炸香蕉 炸香蕉 这些真的吃不出什么 但是很好吃 像是蛋,但又不是蛋 但又不是蛋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炸鱼 还有有虾 那味道是甜酸 我还吃到有点咸虾味 这个又好像有咸虾味 如果这一种吃法 是适合香港人的口味 对吧 嗯 可以的 那我吃完这一餐之后 我就真的要推荐 差不多吃完了 今天和老板又经过了一会儿 老板本身是葡萄牙人 这一餐呢 其实这一餐呢 可以说是一种叫做 Fusion菜 原来呢 不是正式葡萄牙的口味 是滲入了这个 这个巴西的口味 就是呢 我老板说真的 很interesting 就是那些感觉 口味呢 就是很复杂 但是你问我好不好吃 我觉得绝对好吃 他的材料呢 他说很多材料是从巴西进口 就是从巴西进口 就是从巴西进口 但是他说有些 比如鱼呢 他说是用了一本鱼 但是呢 做出那个 就是巴西味 是 巴西菜 我从来没有吃过 所以我不知道巴西什么味 但是 就是 大家如果是 有时间的 就是 比如来到 Porto 的 可以来这里试一试 可以来这里试一试 但是我没有收任何利益 这一餐 这一餐 我有找数 那你见到呢 那这里呢 就是 那个叫做 Crystal Palace 那个park 这个入口 ok 如果你想找这一间 餐厅呢 很容易 就是对面 这里 看着这些 看着它 这一间就是 这一间 第二百七十毫 第二百七十毫 值得来一试 大家 那 要补充一下 那 刚才那一餐 就是我们吃了多少钱呢 就是二十三个多英镑 就是 围到二十六个多 这个是 EURO 那 如果以我们的看法 就是非常值得吃的 就是值得吃的 很值得 很值得 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的呢 就要尽管 找回到他了 那 就是 苏福介绍